西方、欧盟以及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律师们一直强调乌克兰的领土完整 我要说,等一下 难道不是北约破坏了南斯拉夫的领土完整吗? 北约不仅通过承认所有宣布独立的国家来破坏它 而且还进行了实际的破坏 北约轰炸塞尔维亚,已将科索沃从塞尔维亚分离出去 我们在学术界看到的知识不诚实 简直令人惊 让我们将讨论转移到第二部分 关注俄罗斯和乌克兰 包括法律含义和当前的发展 你已经提到这场冲突有可能升级到核水平 现在,我们看到北约成员国正在讨论在乌克兰部署军队的可能性 这与他们之前的立场有了很大的转变 你能分享一下你对这种自2007年以来一直在加剧的冲突的看法吗? 甚,致可能更早 在一次电子邮件交流中 你将责任归咎于北约和俄罗斯 你承认俄罗斯在2022年的入侵是非法的 但你也指出挑衅起了重要作用 你能详细说明你对这场冲突的看法吗? 我相当悲观 因为导致我们陷入这种境地的心态并没有进化 事实上,它正在更深地陷入泥潭 你知道彼得希格的歌曲《大泥潭中提西森吧》 那是1950年代的歌曲 同样的,我们正在将自己进一步挖入一个完全错误的关于俄罗斯的心态 美国正在拼命地维持其主导地位 但它已经失去了这一地位 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无可能战争的问题在于 自一举西森的英文 俄罗斯的赤字的赤字 是为了美国生产生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 竭尽全力获得西方的接受并与之合作 这是人类的一个短暂而辉煌的时刻 我们本可以进行核裁军 因为俄罗斯人已经准备好了 当时,中国在核弹头的数量上并不显著 这是一个可能实现世界和平的时刻 但比尔克林顿亲自破坏了这一切 他没有选择欢迎俄罗斯 并建立一个和平的事 也在这次而是决定为了维持 北约的存在并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 他们是创造一个D-Rower Navrosny River de Boraforstani 正如芝加哥大学的约翰米尔斯海默教授 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杰弗利萨克斯教授所解释的 我们认为我们可以逃脱惩罚 因此,1997年标志着北约向东扩张的第一次 这明显违反了乔治·W.布什和詹姆斯·贝克 所做的具有约束力的口头协议 我们杰出的外交官乔治·F.凯南 在1997年2月,纽约时报上的一篇专栏中 强烈谴责了这一举动 他描述这是疯狂的行为和美国的致命错误 预测这将导致战争 然而,克林顿认为 我们可以强迫他们接受这一扩张 对我们作为无与伦比的超级大国的地位充满信心 当时,俄罗斯非常弱 因此,包括对波罗的海国家的扩张在内 有了几次扩张 这已经是相当大的挑衅了 但是俄罗斯人,尽管他们提出了抗议 但在2008年布加勒斯特的北约会议上 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警觉 普京当时也在场 当北约会议决定格鲁吉亚和乌克兰 应该加入北约时 普京提出了抗议 现在,如果说曾经有过挑衅 那就是这次了,因为没有哪个国家会允许自己被包围 他们已经有了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这些直接邻国 因此,试图将一个曾经是撒谎俄国几个世纪的一部分的老俄罗斯省份 乌克兰纳入北约 无疑是对普京的一击而光 他让它发声了 他提出了抗议 但他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但是,在那时 乌克兰甚至不想成为北约的成员 乌克兰的宪法中包含一条规定 该国家努力保持中立 这条规定在2014年被删除 并被替换为努力成为北约成员的承诺 所以,在2008年 乌克兰仍然是一个适当的缓冲区 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国家民主基金会介入乌克兰 部署所谓的非政府组织 以破坏民选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的政府 随后,我们支持并共同资助了 2014年的欧洲广场政变 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说 乌克兰的战争不是在2022年2月24日开始的 它始于2014年2月22日 在欧洲广场发生的 Farfett Dasnigry Farfett Peterson Utrant 他本可以进军 并推翻那个对俄罗斯构成生存威胁的非法政府 然而,他选择遵守联合国宪战 特别是第二条第三款 该款倡导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分歧 这就是欧安组织 诺曼底摩斯和明斯克协议介入的原因 普京耐心地试图解决争端长达8年 但被误导了 安格拉莫克尔和弗朗瓦奥朗朗德均承认 他们是出与拖延事件No.40 而非诚意参与明斯克协议的 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 并且全力支持你所说的一切 然而,2014年的情况中 有一个前所未有的方面 一个国家使用未标记的军事人员 占领了另一个国家的一部分 根据国际法 克里米亚正当地属于乌克兰 并且被俄罗斯承认 然而其占领行为是非法的 不过,这一事件在明斯克进程中被排除在外 该进程旨在解决 乌克兰东部其余地区的问题 当我在1994年担任乌克兰选举的ESG代表时 我去了克里姆林宫讨论监督克里米亚、新菲洛波尔、亚尔塔以及其他地方的选举 我去向当时仍然存在的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的总统提交我的证书 在我的访问期间 他首先说的是 多扎耶夫先生 您知道我们俄罗斯人不是乌克兰人吗 我真想告诉他 我根本不在乎他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还是中国人 我没有翻译 请翻译 是的,这就是我说的 他说的话毫无疑问 你用俄语说的 他告诉我 请理解德塞先生 我们不是乌克兰人 我们是俄罗斯人 我回答说 非常有趣 但我来这里的任务非常有限 仅仅是来监督选举 我无法给予你们自觉权 但是20年后 即2014年 那次对话又回到了我的脑海 这意味着什么 早在1994年 他们就对乌克兰如何对待克里米亚感到担忧 一年后 他们失去了自治权 就像米洛斯维奇在1989年取消了科索沃的自治权一样 乌克兰在我访问后的一年 即1995年 取消了克里米亚的自治权 但当我穿越这个国家时 我意识到在像顿巴斯和克里米亚这样的地区 不仅大多数人是俄罗斯人 而且他们在文化上也感觉自己是俄罗斯人 并且更倾向于莫斯科而不是乌克兰 这就是联合国失败的地方 正如他常常失败的那样 当乌克兰从苏联分离时 他是违反宪法的 因为他们没有遵循宣布独立的正确 你必须允许那个分裂地区的一部分也进行分裂 最合理的做法本应是在顿巴斯和克里米亚各举行一次公投 询问人民是否愿意成为乌克兰或俄罗斯的一部分 这本可以保证新国家的稳定 但这样做并没有实现 这是一个失去的机会 这种情况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相似 没有充分的理由强行维持这个人 为创造的国家 如果他从南斯拉夫分裂出去 让克罗地亚人加入克罗地亚 让塞尔维亚共和国与其他塞尔维亚人重新统一 难道不是更明智的选择吗 这本应保证该地区的和平 然而欧洲因其复杂的意识形态 坚持这个人造国家的继续存在 并否认了斯布斯卡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自觉权 联合国在许多问题上的行动 是错误且不明智的 但回到克里米亚问题 这是一个关于民族自觉权合理 和平行使的典型例子 克里米亚的大多数人口显然是俄 洛斯人 我毫不怀疑 如果一九九一年 City Fimes 应是更早的一九一四年里那里 Gentine 举行了公提 有联合国组织和监督的结果本来也会是一样的 这里你看到的是克里米亚议会发起的公投 随后是单方面宣布独立 本质上他们行使了自觉权 他们是独立的 就像科索沃宣布独立一样 你是在说一九九四年的事吗 不 我说的是二零一四年的事 啊 好的 抱歉 我在谈论这个公投 我认为它是完全合法的 事实是 俄罗斯没有入侵 俄罗斯没有把坦克开进克里米亚 俄罗斯没有占领这个国家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们不应该使用吞并这个词 因为吞并是指在人民的意愿反对下进行军事占领 随后在人民的意愿反对下将领土并入 克里米亚的情况并非如此 根据条约 当然已经有两万五倍名俄罗斯士兵驻扎在那里 他们在二零一四年并没有从莫斯科增派部队 实际上克里米亚的俄罗斯士兵所做的是确保公投 能够在没有基辅使用武力干预的情况下进行 例如在二零一七年 加泰罗尼亚人试图行使自绝权 却被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镇压 我采访了一些银橡皮子弹社 Yuha Yugei 西班牙特别是在加泰罗尼亚 有许多人被警察殴打 这是中央政府对加泰罗尼亚人使用大规模非法武力的一个案例 克里米亚人看到了在麦丹发生的事情后 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同样的情况可能发生在克里米亚 因此合法驻扎在克里米亚的俄罗斯士兵阻止了任何形式的暴力 确保公投顺利进行 没有人受伤 被打 或被杀 正如我提到的 Remaze the story Discold Affirm Wolf With the cup You and Sina of Threats at Teshra Holelda in her first thing tip You do toward that a string dwelling 大家都说不 为什么 因为所有这些组织都害怕赋予它合法性 所以他们拒绝了 如果你不想自己组织 你就会看到需要进行公投 基辅刚刚发生了政变 这些人很害怕 他们有理由害怕 他们自己举行公投 联合国不想给它合法性 然后下一步是议会单方面宣布独立 就像科索沃发生的那样 国际法院在201 零年的判决非常明确 申明一个省份的单方面独立宣言 并不违反或违背国际法 在判决书的第80条 或者说第80段中 非常明确地指出 领土完整性是次要的 自决权优先 自决权高于领土完整性 这是一个可能变化的国际法原则和概念 实际上欧洲的边界已经变化了数百次 甚至数千次 因此 没有不可侵犯的原则是不可调整的 正如咨询意见第80段所解释的 领土完整性并非绝对 因此他们的行动在法律时 戴法尔站得住脚的 然而他们仍然不属于俄罗斯 必须经过必要的程序 这过程包括向俄罗斯议会 杜马提出请求 以确定他们是否愿意接受 克里米亚重新兵入俄罗斯 这需要时间 一旦他们决定这是符合宪法的 此事便上升至宪法法院 然后法院审查以确保其与俄罗斯宪法的一致性 只有在他们批准后 普京才会签字 这是一个典型的自觉权 应如何行使的例子 与敦巴斯的情况不同 后者需要一场血腥战 曾,这一过程不涉及任何暴力或侵略 它仅仅涉及表达脱离的愿望 特别是考虑到基辅的政变 和对那里非法政府的拒绝 所以,你的观点是 尽管克里米亚从乌克兰的分离 在乌克兰宪法下是非法的 但国际法提供了明确的先例 可能为这一过程的合法性奠定基础 另一个有趣的方面是 俄罗斯非常重视法治 例如,即使是在顿巴斯 重要的是要记住 俄罗斯八年来都没有承认这两个共和国 俄罗斯希望他们留在乌克兰内部 以确保 稳定,暗示了话,并保持缓程 他们直到整个事件开始前五天才认出他们 他们之所以认出他们 是因为根据宪章第五十一条 你需要这样做才能行使集体自卫权 这就是全部的理由 实际上,这是非常法律化的 这就是为什么当西方声称普京 有一天早上醒来就疯了时 我会如此愤怒 显然,情况并非如此 政府的知识不诚实是你我都习以为常的事 但让我困扰的是律师和学者的知识不诚实 幸运的是,德国有一些学者 如汉堡大学的雷因哈德·莫克尔教授 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 他认为这不是吞并,而是自觉的行事 同样,埃尔朗根大学的卡尔·阿尔布雷西特·沙赫特·施耐德教授 也广泛撰写并 讲授了克里米亚独立并重新加入俄罗斯 是符合国籍法的 但西方的主流叙述是 这是一次非法的吞并 我要问,克索沃的独立和欧洲对斯洛文尼亚 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格维纳等国 单方面宣布独立的承认又如何呢? 只要这些行为能瓦解和摧毁南斯拉夫的领土完整 欧洲人就能接受 令人惊讶的是,包括欧盟在内的西方 以及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律师们都强调乌 难道不是北约破坏了南斯拉夫的领土完整吗? 你们不仅通过承认所有宣布独立的国家来破坏它 还实际上物理上摧毁了它 你们轰炸塞尔维亚 已将科索沃从塞尔维亚分离出去 这种学术界的知识不诚实 简直令人震惊 我的意思是 有很多文章,非常扎实的文章 都呼应了我的观点 所以,我在这个立场上并不孤单 要你会读德语 我会把雷哈德·莫克尔 卡尔·阿尔布雷西特·萨赫特 史奈德·伍 radial Swarmmerv 事实是,西方的洗脑宣传 已经 并且继续产生影响 我的意思是,我无法在德国电视台 比如我出版第一本书《波茨坦的复仇》 第二本书《威尔玛军队的搜索处》 和第三本书《关于驱逐的注视》 时常出现的 ZDF 上给你这样的采访。 我的意思是我曾在 ZDF 和 ARD 上出现。 我为巴伐利亚广播公司和 WDR 关于我的书 做过黄金时段的 Tuthmurids It's a nice year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我的意思是他们 snowshort 和 12 英尺的近日都不碰我。 I mean, they wouldn't touch me with a 12-foot pole. 是的,因为显然你现在的说话方式就是这样。 然而,有一种我仍然无法完全理解的洗脑方式, 那就是自我洗脑。 我在一本《奥地利》杂志上发表了一篇 既有科学性又有普及性的简短文章。 在同一期杂志中,有许多关于谴责俄罗斯的文章, 特别是关于2022年的事件。 这期杂志由一位历史学家出版, 特色是由历史学家撰写的文章。 不仅仅是卖光了,他们还在推特上写道, 这是自1945年以来, 核国首次攻击非核国家。 我就想,你在说什么? 苏联入侵了阿富汗, 核武器的中国入侵了越南, 美国侵略了许多国家, 实际上它说的是邻国。 所以在这一点上,美国算是安全的, 因为它从未直接侵略过邻国。 但这种说法是如此错误。 而且,你们是历史学家, 你们应该明白,这只是一个口号。 但即便是历史学家, 在谈到这场战争时,也会犯错。 我会说, 那是历史学家, 像是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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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他, 他, 他, 是历史学家, 他是为数不多几个对历史有全面理解, 并能正确置入背景的人之一。 然而, 当我看到德国的历史学会, 德国历史学家协会时, 这简直是一处悲剧, 他已经腐败到我作为一名成员多年前就退出了。 他们不是真正的历史学家, 他们更像是政治家, 他们犯了年代错误的罪行, 不尊重时间顺序和因果关系, 未能做到全面, 选择性的挑选和选择, 从不问谁受益。 这是希罗在为Mecinibus-3Danzan拜王, 他们是受雇的政治, 政治逼杆。 他们是政治逼杆。 但他们相信。 我只是观看Paris那天, 我相信他们真的还有这些观点。 我与他们交谈, 了解到他们确信自己的叙事。 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 我曾经相信许多愚蠢的事情。 摆脱那种灌输思想, 花了我几十年的时间。 他们缺乏摆脱灌输思想的勇气, 仍然留在他们的舒适区内, 对自己的信仰感到满足, 即使这些信仰是错误的。 我之前提到过伊曼努尔康德和霍拉提乌斯, 他们倡导Sapere Aude, 意思是敢于运用自己的理解力。 德国人有一个术语, Hinterfragen, 意思是彻底质疑。 但他们不这么做, 因为他们害怕。 他们甚至创造了一个我觉得非常贴切的术语, Dank Verbot, 就像你大脑中的一个小红灯, 警告你即将进入一个雷区, 一个危险的地方。 不要去想, 甚至不要敢于超越那个想法, 存在一种心理上的自我审查需求。 你不仅通过不写某些你认为危险的事物来审查自己, 还通过不去思考他们来审查你自己的大脑。 这就是你们正在讨论的。 这些历史学家欺骗了自己, 他们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舒适的小天地, 并宣称这就是真理。 一旦他们凭信仰接受这一Dent, 他们就不再质疑它。 然后,他们达到了智慧的瓶颈, 他们不再参与辩论。 他们的大脑变得麻木, 他们满足于简单地回想主流媒体告诉他们的话。 我可以点名,但我不会, 因为那样我们可能会因诽谤和污蔑而被起诉。 我个人认识许多历史学家, 他们自欺欺人。 然而,我也认识许多机会主义者, 他们对自己的行为非常清楚。 他们明白,如果说某些话, 而避免说其他话, 他们的职业生涯可以得到提升。 许多有报复的年轻历史学家, 渴望成为教授, 意识到如果他们探索某些话题, 或提供偏离主流的历史解释, 他们将无法获得终身教职, 或成为正教授。 我很高兴在1980年, 我没有选择在科隆, 跟随安德利亚斯·希尔国 进行我的资格论文, 而是选择了另一条路。 我想成为一名教授, 我确信那时我本可以在德国 获得教授职位。 然而我的生活会非常艰难。 德国已经变成了一个极权主义, 专制主义, 不宽容的国家。 在这里你必须遵循政治正确的路线, 否则你将被排斥,解雇, 并且你的职业, 荣誉和声誉将被摧毁。 我在德国亲眼目睹了这一切, 正如我提到的, 我非常高兴, 我已经离开了。 我曾在海德堡的 马克斯·普朗克外国工法 与国际法研究所工作, 是从才华横溢的Kat, 而多林教授和智慧与人性兼备的 卢道夫·伯恩·哈特教授。 他对我就像一位父亲, 是一位了不起的人。 考虑到之后的情况, 以及目前海德堡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状况, 即使他们邀请我, 我也不会去的。 当然, 他们也不会邀请我。 最优秀的头脑, 最具批判性和洞察力的思想家, 仍然在被驱逐出德国。 就在一年前, 沃尔里克·格洛特失去了他在伯恩的教授职位, 而劳动法庭现在已确认这是合法的。 在我看来, 这是荒谬的, 但情况就是如此。 法院服务于政府, 欧盟和北约。 他们会毁掉你的职业生涯, 也差点毁掉我的。 所以, 我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当联合国人权事务部门的主任, 特奥范·博文教授面试我时, 我有两个机会。 我基本上成了人权委员会的注册官。 所有的投诉都汇集到我这里, 我负责管理情愿部门, 处理所有关于人权侵犯的投诉。 我加入联合, 国是因为我相信特奥范·博汉·博范德和我们这个非常小的团队。 我们当时只有50亿人, 现在我相信高级专员办公室有800人。 但是, 像其他一切一样, 人权高专办也已被劫持, 他非常追随捐助者的意愿。 捐助者对办公室的议程和优先事项有巨大影响。 在我的书《人权产业》中, 我对此进行了严厉批评。 然而, 让我引用我的另一本书, 这是一个三部曲。 我首先写了《构建一个公正的世界秩序》, 因为我认为在我处理人权系统的腐败, 人权系统的 Gitra Yuditswarotin的地缘政治目的 武器化之前, 这是B-U-Tat。 《构建一个公正的世界秩序》, 我们需要原则。 我整理了国际法最关键的原则, 共25条。 这些被称为国际秩序的Zayas原则。 当时的联合国大会主席, 玛利亚·菲尔南达·埃斯皮诺萨写道, 这25条,Zayas国际秩序原则是现代的大宪章。 这只是一段更长陈述的简短载路。 南方中心的执行董事, 卡洛斯·克雷亚教授写道, Zayas提出了一个新的, 功能性的全人类权利范式。 美国和加拿大土著运动的领袖, 国际法专家沙龙·文恩写道, 这本书深入法律和正义的源头, 为包括土著人民在内的许多问题, 提出了务实的解决方案。 所以正如我之前提到的, 我展示了人权高专办、人权理事会,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和国际刑事法院都已被劫持。 我想探讨应对国际法和人权的方法, 以使这些权利具有司法性、可塑性和可执行性。 这本书产生了一些影响, 但它挑战了现行的规范。 因此,这个办公室很可能再也不会认命我为特别报告员, 也不会选我。 参加市调查委员会, 正如我在人权产业中解释的, 特别报告员和专家的任命高度政治化, 除非他们相信你会遵从, 否则你根本没有机会。 你知道我们接下来需要做什么吗? 我们必须分别讨论你的这三本书, 因为每一本都值得单独讨论。 我们已经谈了一个半小时了, 我知道你一小时后还有另一个会议, 所以我们确实需要缩短时间。 讨论的方向完全不同于我预想的, 但要引导像你这样卓越的头脑走上单一的道路, 简直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探讨了, Kami Sais, Mapnit Hultfaryong, 一直都是这样的。 我很高兴。 我非常高兴。 在结束之前我想说, 我为他的灵魂举行了一场弥撒, 我想纪念亚伦·布什内尔。 我不知道你是否看到了这位年轻的美国空军士兵 在华盛顿特区的以色列大使馆前自焚。 我对他做了一些研究, 他似乎是一个非常棒的人, 一个非常投入的人, 一点也不疯狂, 非常关注人权。 他在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基地, 佛萊伊, 每个人都拒绝了他。 帕萊伊, 不认识, 因为这都大汗,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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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认识。 他解释说, 他即将承受的痛苦虽然非常剧烈, 但与巴勒斯坦人民正在经历的痛苦相比, 要少得多。 他形容这是种族灭绝, 他走得很平静, 很理智, 他没有激动也没有大喊大叫。 到达后, 他把iPhone放在地上, 拿起一个瓶子, 头上叫了没有。 然后他高喊, 解放巴勒斯坦, 并点燃了自己。 他又连续喊了五次, 解放巴勒斯坦。 所以尝發現啊, 你的破坏缸了我们。 打驾起他一些元素。 Europeat勒斯坦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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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 two, 疯了,我们的国家怎么了,人的尊严哪去了,我们没有从他试图教给我们的教训中学到东西,反而是翻过这一页,就忘了,亚伦布什内尔是谁,哦,好吧,我曾为他举行了弥撒,我应该为他,像他这样的人,以及巴勒斯坦的人民,Sansmine五千名无辜平民,多举行几次弥撒,这怎么可能发生呢? 然后你有像奥拉夫·舒尔茨,安娜莱纳·贝尔伯克,李希·苏纳克和埃玛紐埃尔·马克农这样的领导人在说胡话,当你抗议种族灭绝时,他们却称之为反犹太主义,我的意思是,我们究竟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重新发现世界人权宣言的精神 我们需要重新连接那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面对丑陋罪行时涌现出的精神 当时我们想要前进,我们想要肯定我们都是同一个上帝的孩子,我们不能继续彼此争斗 正如吉米卡特在他的诺贝尔和平讲演,讲中所说,如果我们继续杀害彼此的孩子,我们永远不会有和平 这正是我们正在做的这样子 但无论如何,我们必不得以为为整个和平而努力 你说出了我内心每天都在呼喊的话 我们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我们必须停止杀戮 看在上帝的份上 那些说我们必须继续杀戮的人 我们需要让他们回归理智 我们不需要与他们战斗 我们需要帮助他们理解 因为他们显然有误解 阿尔弗雷德·德萨亚斯,非常高兴 非常感谢你抽出时间 谢谢你的邀请 谢谢你 谢谢你